猫咪减亮甜蜜小屋 点点 你要喝牛奶吗 这个牛奶很好喝 好啊 可是我想先写功课 的功课写完了再喝 哦 好吧 那点点 你要不要玩我的新玩具啊 嗯 我想先写完功课 等等再玩 哦 好吧 那我先玩咯 其实可以一边喝牛奶 一边写功课 一边玩玩具啊 哎 亮亮 你要不要考虑 先专心把功课写完 然后再喝牛奶跟玩玩具呢 为什么要专心地做功课呢 像我这样 边做功课 边喝鲜奶 还可以边玩玩具 不是很好吗 嗯 好吧 那你加油咯 现在再继续写功课 哇 我写完了 亮亮 我可以玩你的玩具吗 好啊 你自己拿 谢谢亮亮 谢谢亮亮 嗯 肚子好饿哦 小蜜桃姐姐 我们去买面包好不好 我肚子有点饿哦 好喂 好喂 我们还可以去挑我们喜欢的面包哦 哇 要去买面包了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不行 亮亮 你的功课又还没写完 可是 可是 我也好想去哦 可是刚刚 我们有约定好 要把功课写完 才可以去买面包的啊 哦 好吧 那我先留下来写功课 嗯 小蜜桃姐姐 我们走吧 好好香哦 喂 小蜜桃姐姐 亮亮好像睡着了耶 真的耶 我没有睡着 我只是太累了 嗯 亮亮 你为什么这么累啊 因为 我一下子要做三件事耶 实在太忙了啦 所以亮亮 我们是不是先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再去做别的事 才是对的呢 嗯 早知道 我就听小蜜桃姐姐的话 专心做一件事 那我现在就可以吃面包了 好 我现在要专心做功课 嗯 亮亮加油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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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撕 少声一点啦 我要专心做功课咯 cess 让我们 小费一点